受到中共病毒疫情的衝擊 大陸除了房地產市場、哀紅遍野之外 平均每天有近700家外貿工廠轉內貿 更有一些國際知名企業關閉或對員工減薪 國企中國移動也被爆 變相裁員 中共的好日子顯然已經結束 中共病毒肆虐全球 中國外貿工廠賴以生存的海外訂單 不是被取消 就是被暫停 迫使這些外貿加工工廠轉做內銷 據大陸澎湃新聞報導 中國平均每天有近700家外貿工廠加入內銷平台 其中包括國際知名品牌ZARA、星巴克 亞什蘭黛、雙里仁等公司的代工廠 報導說 外貿企業出口轉內銷 面臨著國內市場空間小 營銷管道難擴充 資金鏈風險較高等困難 那要轉內銷的話也不容易 因為這個本來內銷也是就是有競爭對手在那邊了 然後中國的人均消費也沒有像歐美這麼高 所以沒有辦法吃下這些原來外銷企業的這些產能 UCLA安德森管理學院經濟學家余偉雄認為 這些外銷企業和加工企業 最後可能會面臨倒閉的命運 面對訂單減少的困境 全球智協龍頭寶城集團最近宣布 關閉位於湖北的工廠 4000多人因此失業 富士康河南鄭州廠 也由於訂單減少和原材料無法運送 造成無工可做的窘境 公司借勸退或減薪的辦法來緩解壓力 但是減薪後的工資只有兩三千元人民幣 無法維持員工的生活需求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表示 中共肺炎造成全世界經濟的衰退 進而產生失業率的問題 但是中共媒體所指稱的失業人口數卻備受質疑 謝田以美國為例 美國總人口為3億多人 有3000萬失業人口 但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 失業人口卻只有7000萬 無法讓人信服 5月15號 網友在推特上傳一段視頻指出 武漢華新光電以清場式的方式 解雇了所有的員工 要他們立刻離開 另外 中共國企之一的中國移動也變向裁員 5月12號 網友轉發一則通知說 中國移動鼓勵45周歲以上的員工平心留職3年 公司根據員工職務和工作年限 支付3至6個月的標準工資 以便自行創業和謀生 據瞭解 中國移動是大陸三大電信運營商之一 也是中共實施5G的主要企業 疫情爆發後 中共宣稱要通過5G等新基建來帶動經濟 但是5月11號 中國移動正式推出一款名為5G消息的APP 只上線一天就立刻被下架 謝田表示 5G等新基建不可能帶動經濟的發展 因為它只是一個通訊行業 能提供的就業人數有限 而且民眾使用它 需付出更多的花費 因為中共會向它們推出更高的月費 在2019波澳房地產論壇中 中共東方證券人士聲稱 中國房地產的市值相當於中國GDP的5倍 但是受中共病毒的影響 中國20家大型龍頭房企 今年第一季度業績 受窗頗深 其中碧桂園去年裁員近3萬人 余偉雄表示 中國過去作為世界工廠 獲得經濟高成長 賺進大筆外匯的好日子 已經結束了 因為那些遭受中共病毒侵害的世界大國 彼此已有了共識 那就是必須離開中國 徹底截斷在中國的生產鏈